大家早 在昨天你已经感觉到这个秋老虎的发威了 中午的温度状况是明显偏高 不过今天清晨一大早出门的朋友 有没有感觉到还真有点凉啊 因为最主要还是清晨的温度偏低 早出晚归骑车的朋友要注意 那我们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昨天的温度有多高 最高温的地方在淡水 反而北台湾最北端温度最高 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2.3度的高温 新北的温度在31.8 台北市的温度31.2 接着到了新竹的温度 就没有整个台北盆地这么高 在30.3 而到了高雄也在30度 所以温度形态来说 在今天仍然秋老虎还有一天的发威时间 不过礼拜五明天 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东部要转雨了 北部明天就要开始转凉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说到北方的高压 冷空气的强度从西伯利亚 一股一股的冷空气下来 到了秋天的时候 你大概差不多感觉五到七天左右 就会有一股冷空气开始进入 而在我们台湾上空 在今天的时候 因为高压东一进到了 琉球群岛的位置 风向变为偏东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 早晚云层多 西半部天气晴朗 但高空虽然有些云带通过 但这个云层 不会造成降雨的状况 但要特别注意 西部地区因为整个风向 吹着偏东风的关系 风速偏小 西半部的污染物 没有办法排放掉 所以空气品质会偏差 那南海这个热带 老冬系统在明天的时候 就会逐渐的接近越南北部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地面天气图了 今晚的地面图 可以看到北方的封面 云带开始逐渐的接近了 最主要一点 西北的高压开始下来 这个冷高压 从礼拜五开始带下来 凉凉的空气 北部的温度就要下降了 接着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个高压在逐渐进到了上 长江流域之后 再往东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带进来 凉的空气就变得更为明显 以目前来看 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这两天来说 北部地区夜晚的温度 就差不多在二十度左右 白天的高温也只有在二十四 明显凉的感觉变得 非常的明显 到了下周一 高压东一进到东海之后 风向变东风 温度在上升 那你会问我说 那下一股冷空气呢 目前看来要在十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更强的冷空气再进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温度了 外岛地区在白天都算舒适的天气 早晚的天气比较偏凉 而雨的部分只有在金门有一点 台湾本岛部分 西半部地区天气晴朗 但中南部空气品质差 南部山区有五后阵雨 东半部吹东风 早晚有点地形性的短暂降雨 小丁林两件事情要提醒 西部空气品质差 过敏的朋友要注意 还有日夜温差明显 找出晚归骑车的朋友要保暖